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不过我知道您更担心的其实是国指的情况 国指怎么了 其实国企指数你会看到 今天是衰先的这个破底而下 那么其实在 其实早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 那么其实第四季的时候 对于横指来说 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平衡的一个站态 那么也是横盘 那么但是国企指数其实横得更久 其实在2018年下半年 也就是过去半年的时间 那么其实主要上落的范围 也是在一万点到一万一千点 这个一千点的范围之内 那么其实到了年尾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破了一破 这个一万点的一个关口 那么有两天我记得 也是打低于这个一万点来收盘的 那么今天其实一回来 因为在31号半天的照应 其实国企指数也有一些 粉丝出枪的一个活动 但是这个过了之后 其实今天很明显就是掉头下来 那么破了现在是9800也守不住了 那么其实也是下破了 衰先打破了过去六个月 这个横盘区的一个下限 那么所以如果按这个情况来看 横盘区这一边 大家可能还记得去年底的 去年的最低点是在10月尾的 那么当时是在24541点 那么如果国企指数 国指这一边衰先的破底而下的话 那么对于这个横盘区 我们觉得也有机会去朝着 24541点这个低点来做一个进发的 所以这个有可能是 就是是双重夹击的那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甚至表现比那个让人感觉更弱一些 那当然也可能跟A股那一边 或者大家整体对于中资股的 这样的一个印象的感受在那一边 因为其实今天我也看到有些报告 好像继续在那边觉得说 对于中资股也是特别不看好的一个情况在 那同样跟大家跟进的一个事件 是这个工行的前董事长江建青 其实大家对他应该也是蛮熟悉的了 这样的一个老人算是 那他反而最近有些他接受一财的一个访问 他说到了一个问题 他说中国银行业的一个信贷的过度增长 如果控制不当可能会产生系统性的风险 其中他就说其实我们经济的一个增长 过度的依赖银行信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实际是一个先天的一个结构的一个不足 那现在如果就是在这样一个下潜情况 你又我们都知道 这个大家很希望银行能够放水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在 所以他反而是觉得说 其实你要去平衡到一个银行业的一个风险 如果真的银行它这个产生系统性风险 是不是也不是一件好事情 好像有一点就是从业内人士的一个角度 又发出了一个另外的一个声音 你会觉得说这个会不会反而是让大家这个市场上面 等待救援的那种感觉 又觉得说这个业内有一些反抗的声音在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确实是很到了一个比较攻坚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关口 因为你可以看到过去的十年 也就是在2008年金融海啸发生了之后 全球都在放水 那么过去的十年有很大的一个程度 是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债务的一个经济来的 也是通过这个发债来给了这个经济来做一个推动的 那么当现在其实你看到就是包括美国 美联局这一边在2015年已经开始加息了 那么2016年是暂停了这个量宽了 那么还有到了2017年第四季开始了 其实已经到了一个缩表 那么所以其实总体都站回到了一个收水的一个阶段来的 所以过去十年通过发债 通过一个债务来推动的一个经济 这样的一个增长的情况 其实都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改变 所以这个影响过来 其实对于内地 我们觉得也是会面对这样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时点 那么如果你说一些 你也不能就是一刀切的 就是这个切下去 就是把所有的债务就是压这个泡沫的 那么因为压得太厉害 其实你这个总体可能跟这样种的 刚才说的那个可能会有一个系统性的风险会引爆 我们觉得都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现在其实对张车面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也在放水 但是更多是通过一些工具来调节目前的一个 市场流动性的一个水平 也不是一个再度的一个大量的一个放水 也不是跟过去十年的通过发债 通过一个债务来给的经济增长来做一个推动 所以目前我们觉得可能也是有保有压的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觉得目前的一个张车面 更多可能要等到了下半年 才会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放松 那么目前我觉得可能还是会相对比较坚局的 因为过去的包括过去两三年 在去共感去把这个债务的一个情况 来慢慢的一个解决 其实都已经做了两三年了 那么如果现在来放弃 确实有一点这个可惜的 所以目前去共感 或者你再通过这个稳住 这个不要在以前的通过债务发债 来推动经济 所以这些情况我们觉得可能也希望可以慢慢的过渡 那这个今天一些银行股方面 当然是属于一个大跌的一些情况 那几个主要的像是公行建行招商都是跌百分之三到四 跌的比较厉害的包括像是甘肃银行 郑州银行 跌幅都是超过一成以上的一个情况 其实这个多多少少也是今天整体一个大盘 向下行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因素在了 最后呢就一分钟时间 来不及跟大家报很多 但是呢也跟大家跟进一下吧 瑞森那一边呢是公布委任 包括是彭志远以及张鸿江 为独立非执行董事的 但是呢这个也当然了 这个一方面是非执行董事 张鸿江大家也比较熟 因为金山软件 他也做了蛮多年的那个负责人 那同样呢这个看到这个股价方面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憧憬 让大家想想瑞森会不会去跟其他的有些联想 但是好像对股价也没有什么特别帮助 更是创了三年的一个低位 刚刚跟您聊起来 就今天发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就基本上在2018年 看得不大好的板块都在跌 对 可能在新的一年开始 先把去年的一些先出清吧 出清呢只有全年一整年的时间 来慢慢再来做一个部署 那么可以说也是一件好事吧 先把一些这个不明朗的 一些出清了之后 其实后面应该会比较好一些了 好啊 那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做法 这个12月份之前还可以 1月份之前就见真章了 那今天包括医药股 包括汽车股呢 其实都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跌幅 希望明天的市场能够更好一些了 我们今天时间也是差不多 现在明天再会了